這裏不乖乖乖 拍乾淨 那是不同的 兩件事來的 但會不會影響到你拍劇 那又沒有影響到拍劇的 因為始終都拍了這麼多年 雖然有一段時間停了 沒有拍劇做主持 但是都明白的 因為你這麼大的酷人在 這麼多人在 那麼你不可以因為 你一個人的私人情緒 而去影響全世界收工 那這件事我覺得 又是分開來說的 其實我覺得這套劇 是很煩醒我們 每一個城市人 那因為 你在一個小的地方生活 那你工作壓力 人多的地方 就會比較壓力大一點 那當你上班壓力大 但是你回到家裡 你自然就會對著你的家人 可能你的面子 不是那麼好看的 就是不要把太多的情緒 帶回去給家人 因為有時候 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的 那 可能你說話重了 大聲了 有些家人 是會 就是會好像 劇中 會接受不到 就會出了很多的意外 不好的事情 那麼多年怎麼會沒有 誰都會有 是不是 就是不要說 我發落他 他發落我 也好 就算我家裡 那位同事 我姐姐都會 有時候都會發我猛賊 我覺得正常人的反應 我覺得我現在 學習說話 口甜舌滑一點 你想想 真是多麼出事 到現在才這麼大 這麼大 才學這些東西 但是 還要一點 如果不是 我第三句 你就開始覺得我假 是假的 哈哈 是啊 就是 會不會殺拖 這些就不會 還是 等著 你們 真的 真是不對 叫你們幫我找 說了這麼久 你們的宣傳片 麻煩你出條片 現在 剛剛 問你 他又嘗試口甜舌滑一點 這些家人的東西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要說的會說 那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正向 每天都有少少這樣的進步 要 人家和你 有關你 關係嗎 關係 朋友 沒有 沒有 你每天跟我說電話 你都悶 我有時候打電話給一個人多 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 我會覺得是 順其自然 OK 你